看到晶圆代购龙头大厂台积电 要到大陆设厂的消息 对股价表现并没有同步带来激励 中厂台积电的股价是小跌0.7% 收在142元 整体电子全职股都是跌多于涨的 看到前一天强势的IC设计大厂联勇 是下跌超过了4% 第一任双雄则是反映了营收表现走势疲弱 现在您看到南亚科的部分 11月合并营收月减是1.2% 创下了今年来的次低点 冲击股价是出现了开低走低 不仅是摔下了季线以下 还跌破了40元的整数大关 另外3474华雅科也是同步下跌的接近4% 至于在其他电子股的部分 在您看到包括全职电子股的台达电 还有日月光都是下跌幅度超过2% 而且昨天特别重要的是不是只有电子全职股走弱 在金融股同样是卖压沉重 看到国泰金下跌的幅度是来到了2.87% 富邦金的跌幅也接近了有2% 那么在这两档个股呢还有其他个股的走弱拖累之下 看到金融保险指数呢是最后呢 中错了1.67% 那么1200点 1002点来做收 那么这个千点的这个大关呢是岌岌可为的 今天金融股指数就要来进行这个千点大关的保卫战了 在其他个股的部分呢电升元件大厂看到美绿 要跟大陆的连接器大厂利逊签订认股协议书 要发行私募普通股6300万股以每股60元呢 要让利逊来入股 可是因为呢先前美绿的股价已经反应过了 而且这一次的私募折价至少是达到了18% 所以说在利逊入股的消息传出之后 看到先前强势的美绿在昨天反而呢是出现了重挫 而且打入到了跌停板 不过呢带您看到在昨天盘面上还是有一些逆势上涨的个股 比方呢是反应11月营收亮眼表现的公司 首先这个3450的联均11月营收是继续创下新高月增幅度1.93% 年增幅度达到了两成之多 激励昨天的股价呢上涨 盘中呢一度是涨了将近快4个percent哦 那么中场呢是上涨1.42%作收 另外FGIS业程呢11月的营收表现也还不错 月增1.49% 这是连三个月份创下了单月新高记录 看到它中场的股价是上涨了接近2个percent 另外在智慧型手机产线经营有成 而且苹果iPhone接单展望转向乐观 再加上11月今天刚刚公布的营收表现也还不错 美系外资哦评估明年伟创 渴望这个EPS可以占上2元的大关 获利年增率是达到了8成 带动昨天呢伟创的股价先行反映了喷出大涨的态势 来到呢最高18.95元涨幅 是一度来到了8.9个percent创下了破断新高 中场也是以上涨5.46%做收的 那么IC设计族群呢还是有部分个股是维持强势的 但您看到的个股包括了是元巷还有翼龙店 上涨的幅度都在1%以上 另外再您看到这两个股 5443的均豪第三季营运冲高 那么累计今年前三季的营收成长幅度有34.98% 达到了26.93亿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倍增的 那么它的股价在近期波段整理之后呢 昨天呢是强势的来攻上涨停板 收在14.85元 另外再您看到在昨天OTC市场的表现 升级股昨天在早盘的时候呢可以看到 好像出现了一些在高档的压力 所以呢这个涨势呢 占些而且是转向这个下跌的 那么但是呢看到在其他个股 包括了新药股中域 好像有顺利来消化这个卖压的现象 那么股价是由黑又翻红了 中场呢还是强势上涨3.37% 而另外同时还有几档的升级股 也是跟进来轮动强势表态了 看到的是1786的科研 那个11月营收表现还不错 2150万元年增幅度是达到了一倍哦 早盘呢就先急拉 涨停锁死了 那么中场呢是涨停板亮灯做收的 而上市的国光升呢 他的吴骏征迹田充田厂 获得了欧盟的GMP认证 消息的利多也带动他昨天的股价走势 是越走越高 强攻涨停板 好另一方面在OTC弱势族群的部分哦 看到好像是以这个通信网络类股为主 包括呢先前给您提过的 F-Ray特这一堂个股呢 在挂牌之后蜜月行情不在呢 股价近期持续的走弱 那么另外看到的还有包括像 光环还有政要 华星光波若威这些通信网络的族群 昨天的跌幅卖压都还蛮重的 在2%之上 好但你看到外资在昨天台股的动态哦 受到台股